三家粉丝之间 误解比较深 然后矛盾比较大 与其让其他人来 不如我自己来 经历了一些饭圈的掐架 我们是不是 不应该存在的一个群体 很想跟另外两家粉丝去探讨一下 说实话真的有点害怕 左右侠机 那里山大 关系不错的同事 不同的同事关系 就巨方的一些营销 还有各方面的一些推动 绕制这个CP 在现在就是比较火 很美好 能够遇到一个 跟你比较默契的伙伴 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 每天五六点钟就自然醒 军训式的追剧 各种各样的物料 给我带来一个不可磨灭的 而且不可替代的 不可复制的夏天回忆 所以非常感谢他们 这个夏天已经过去了 在之后的路上 王与博也能够更好地发展 希望能够跟他们有一个 沟通吧 要看他们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结绑了以后 反正就各自美丽吧 他们之间的联系会越来越少 我觉得粉丝之后的联系 也会越来越少 他们的争主是一个人 我们的是两个人 但是并不代表说 我们对单个人的喜欢 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不要太多地去干涉别人 我们不对争主的关系 做任何的界定 希望他们平安喜乐 我喜欢的人是肖战 只看他就好了 想要还原一个 我觉得比较真实的一个王与博 为他博一博 夏天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冬天都快过完了 大家也快过年了 这时间就给大家新年快乐 新的一对的CP肯定会出来的 CP粉的留存率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点 为粉的所有精力 只给一个人 CP粉 你必然要把你的精力分成两份 像CP各战 对于王与博和肖战 他们两个的应援资金 是有不同的 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有一个误解 说王与博的所有成绩 只是靠CP粉来助力 家里两个孩子吵着说 爸妈妈更爱我多一点 还是更爱哥哥多一点 我刚才提到 那个粉丝的留存率的问题 不管是维本圈 还是CP粉的圈子 都存在一样的问题 你觉得CP粉会爬墙 就是前提是 现在的CP粉 都是从别家爬过来的 你把CP榜前十名的 其他家全加起来 也没有我们现在就人这么多 请问我们是从哪爬来的 再等等半年 然后新的CP出来了 你们一部分人就又爬去那边了 我上一次追星是十多年前 追的是韩团的一对CP 现在这个韩团 在国内已经没有什么热度了 然后两位争主 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互动 但是他们的CP粉依然在够着 他们真情实感起来 其实这种黏着性 是超乎你的想象的 可能有下一对CP比他们更甜 你会用这种可能性的结果 来否定 现在这些CP粉的真情实感吗 同样的问题也反分给你 大家都不要计较 谁对真主爱得更久 在没有爬墙之前我还在这 其实他们的铜矿互动少之又少 那你们能够看到的东西 也少之又少 人的感情的是需要一个东西去维系的 那你们可能会在以后 课CP的路上 会有越来越少的物料和粮食 谢谢你替我们的粮担心 当你的真主进到山里去拍戏的时候 可能几个月出不来 你也没有物料可以看我们 其实是一样同病相连 第一他会发微博和跟我们互动 其次他代言官宣了多少物料 他在进下一个组拍戏的时候 他是不是上一个戏就要播了 两位帅哥都是我们的真主 他们每个人产的单人的粮 对我们来说也是粮 只要他们有物料产出 我们就可以有剪刀手把他们剪出来 画手把他们画出来 还有写文的大大可以写出来 我们的粮请大家不用担心 特别迷惑的一点 你们为啥每次抢我哥的热评 这点我也深有体会 就会带着一些非常敏感的昵称肖战同学的头像 ID 王肖 百香果 鬼鬼 那个头像双人的 我还是觉得抢热评这事算不上5 那你觉得啥叫5呢 CP粉和维粉的控屏 可能给路人的观感都差不多 我觉得可能扎你们的心更多一点 是挺扎心的 我不明白你们换双人头像是为了证明啥 维粉不也用单人头像吗 大家为了彰显自己身份而已 很多时候在路人眼中看来也不会觉得什么 经过粉丝编码的圈地自盟的语言 但是维粉非要跑过去解释 你这个是五出圈了 其实你们做双人应援我是不反对的 当肖战出来的时候他主席肖战的首付 当王一博出来的时候他举王一博的首付 这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 举一个CP粉的首付 我们是不认可的 是维粉对这个问题过度敏感 公众对于CP的这个接受度 在路人眼里他们就是两个关系非常好的小伙子 甚至有时候稍微有点过的话语 他在大家看来可能都是玩笑 并肩于雪山之天这种话 不经过粉丝解码的话 路人不会意识到它是什么意思 捕到争主面前 如果争主知道并肩于雪山之天是什么意思 那我开心死了好吗 他们啥不知道呀 像热搜啊 热搜是谁能控制的吗 你们就是要明白你们这个CP 真的比较史无前例 人数那么多 谢谢夸奖 这不是夸奖 很无奈 你们也知道就是任何关于我哥的事情 都很容易上热搜 我哥换个绿洲头像都能上热搜 王岩波吃个香蕉都能上热搜 就是好像微粉没有上过热搜一样 CP粉已经在非常尽力的自我约束了 自觉强调说一下都是我瞎猜的 以前营销号不要搬运 科堂产出的不带大名 已经在很努力地去缩小自己的话语空间了 你说你没法控制说你们备帮 那就只能归属自己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但是无论做什么都会被营销号过度解读 大家都归属自己 就是什么都不做是吗 那就糊了好吧 你只要不被扮一箱号 你在你自己的一方天地里遨游 单人的广场不要带对方的图 我有一种被所有夹凸的感觉 有点温暖 如果没有这个CP的话 郑主会像现在这么红吗 他在之前做的一些准备 导致他抓住了陈天明这个机会 跟这个CP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王一博从2014年 UNIKE出道了之后 其实他是红过的 在韩国是打歌节目案 都是取得过Eway的 后来因为一些现实的不可控的原因 他回到了中国 他也成为了天天兄弟的名员 在去年的时候创造101 因为他自己的舞蹈的业务实力很出众 我觉得也算是出圈了一把 今年陈情令 他这么有实力 你怎么能够咬死说 他没有更红的可能性呢 明年他的游匪也要上了 我觉得也期待吧 他能有一个更好的成绩 但是不得不说 他确实是在这个时间节点爆红 你也不能否认说 这个CP确实会对他现在的红 有一定的加持作用 很多事情都说没有如果 可能还有下一对CP怎么办 你们可以接受他和别人 尤其是女明星组CP吗 网上有一个流传 王一博有108对CP 现在可能180了 我对于这些CP 我知之甚少 我的态度还是比一样的 我管不了你们 希望你们不要过度 当代的社会 两个非常优秀且帅气的男孩子 他们都有无比光明的未来 都应该在两个人自己的道路上 顺利发展 经常把他们两个 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拉在一起 我觉得可能不太恰当 简然两个人的合体 会带来更大的热度 CP的话 他总有一方被弱化 你不知道 伯军一销对家是战山为王 但是伯军一销在第一 战山为王在后面 如果人数更多的话就可以接受 是吗 他们不同意 在乎他们同意不同意吗 我会觉得 你们把王一博过于单一化了 肖战是他生活中唯一的光 王甜甜只对肖战笑 这一点就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这种事情总会有一方不满意 在你们眼里 会变成王一博把肖战让了 所以他才赢了 会对他性格 还有他的人设上 就是产生一些误解 据我所知 好像博肖圈里面 大家科双A的人比较多 双A是没有结果的姐妹 是说有很多是大龄初恋追星 也有很多是夕阳红团队 被他们这种比较清新脱俗的 社交关系所打动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 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 能够跟你并肩作战 肯定比你一个人扛一些事情 是要轻松很多的 他有他的团队 他也不是一个人作战 他们两位其实都是从 积极无名这样一点一点走过来的 两个人所在的经纪公司 也都存在一样的问题 走到今天更多的都是靠个人的努力 即便是他们有各自的团队 两个人对于工作的一些想法 依然是可以探讨的 他可能只是他沿途路上的一个朋友 但肯定不会只是他唯一的一个朋友 你的意思是朋友这个词 可能具备特殊性 但是可能在CP粉眼中看来 他们是具备特殊性的 那是在你们眼里 我们做粉丝的 不要替自己喜欢的明星做抉择 他选择怎样的朋友 那是他的自由 我们尊重他的自由 就是这样 怎么样才算是违反 同时期的流量艺人 只喜欢他一个 那我跟你的意见可能不太相同 娱乐圈变化瞬息万变 你永远想不到 明天跟你起摩擦的是哪一家 我只喜欢这一个人 我觉得这算没份 跟谈恋爱的标准差不多 好严格 或者其实有一个 很简单的判定标准 比如说某一家 和某一家撕逼的时候 坚定地站在这一边 CP已经结榜 为什么你们还可以磕 到底怎么样 你们才能不磕他俩CP 只要两个人都还在娱乐圈活动 就可以磕呀 因为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感情 不是只靠这个 能够公开在表面上的一些物料来维系的 对吧 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的经历 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 这个工作的关系 因为地缘的关系而聚集起来 事情结束了 或者是因为距离拉开了 然后就离得很远 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之间的 关系就不存在了 他们产生过交集 对我们来说就永远都有磕点 我很好心 你觉得怎么样算逼翼啊 他们依然是两个值得我喜欢的 明星的前提下就没有比 关乡的女友们 你不知道很多CP他们科的真主 都是已经结婚生小孩的吗 赵珂不误啊 CP粉每天歪歪 是不是在看幻觉课堂呢 哪个追星女孩不是在靠幻觉呢 大家不都是在脑补吗 维本无非也是脑补 而且其实现在 我觉得三家的状况也很好玩 在专注真主的同时 目光也放在对家和CP粉家 肥水不流外人田 热度都在自己家 牵自己转来转去也挺好的 你这哥儿过分了 这是啥哥儿 男孩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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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另外一个 其实我已经能够感受到了 他们每个人看这视频的时候 他们只看得到自己家IDOL 我获得的是双倍的鱼 你怎么刚才新浪那个采访 没有说你刻的CP是假的那句话 主持人问说 我刻的CP是真的 然后王一博说不可能 肖老师之后也跟着一起说了呢 官方打脸 他俩一起打的 所以不可能 随时假的 是真的也不会告诉你们呀 哇你们真能渴呀 发散思维挺好 双人物料你们会看吗 你为什么不用 不会啊 王一博最新的GQ的那个 这个比较早 GQ的多帅 什么时候不帅了 我感觉我每次看双人物料 都只能看到我哥 对不起 我内心毫无波动 是的 哥哥西面好吗 别滑 如果他想进滑雪的话 你会以西面为由 不让他去滑 我哥想干啥都可以 来了 所以你看他没看张哥的时候 笑得也很甜 这不是我的刻点 所以你知道我看这个 我只是觉得 孩子真可爱 没关系 不是你的刻点 多有屁股前的人 是他的刻点 你的刻点是什么 不在于某一个瞬间的表情 就是脑补对吧 不是 不在于某一个瞬间的表情 或动作 而在于他们两个人互动中 呈现的一些对对方的态度 也不是很理解吧 你就开心就好 谢谢 真的太难洗了 就是尤其是你给我看 这种单人的视频 我只会觉得 没关系 我们东西还在后面 这只是告诉你它甜而已 它以前就是甜的 你没有看过这个吗 你看你没有看过 我得到 我去补物料 感觉家庭作业没有做完 看超线线学院了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特别本的经历还是有限的 对 看他跟他打架吗 打架 对 这都玩得很好 不就跟他小男生接下来互动吗 就男生都不这么玩吗 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用 因为感觉维粉 根本就不知道 随便在嗑什么 我应该找一下 战哥原来在插酒的时候 跟队友的互动也是一样的 其实 意义何在 你们给我看这样的视频的结果 跟我给你们看CP视频的结果 类似 就是我的眼睛只会叮叮 那你就当补物料吧 你补物料吧 你就 哎呦 看日清了 现在看见了吗 咦 这是什么 这就是剧情需要的 看到没 这才叫影翼 这个环节结束之后 回头西里粉上 要说你们找了一个假粉 我也是假粉 都是假粉 我感觉我已经瞎了 等着被杀了 姐姐你真的放原图了吗 这不是我的 我觉得这个环节我输了也不丢人 我三个人答案 你知道吗 第一个是王一博 第二个 这是肖战 这是肖战 结论就是等下大家请反着来 如果觉得是王一博的情血肖战 如果觉得是肖战的情血黄一博 请不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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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这我看 这我不知道 那应该就不是我干的 你不要偷看我答案 这怎么能是她呢 让我看看手 有道理 那我信你吧 等我错了也不要怪我 我为什么要来睡自我吃个梦 不给她在自我拷问 站一看是她 然后子晴一看又不是她 我现在应该把我的隐形眼镜摘出来 将战 王一博 折胶战 我赢了 骄傲的展示一下这 对不起 我错了 第四张本来我觉得有点像 她那个手没有那么黑 然后下面这一张 我见过这张照片 王一博之前 他其实是一个很怀旧的人 他那个苹果有线耳机 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再下一张 很像他全新的演唱会 那个带花的那一件 但是这个头联开的 王一博不怎么开 王一博怎么开 我的心里反正要崩溃了 杀了我吧 求助一下我的小伙伴 我太难了 就这样吧 我放弃了 反正对我来说 这个认知让我觉得 不愧是我CP 分不清那是正常的 公布答案吧 让我死得透一点 非常没有自信 第一张侧面的那个脸部线条是不对的 王一博下边没有这么 第二张 他那个身体的那个身板不是长这样的 第三张 这应该这第三张是我最迷惑的 你们是魔鬼吗 我可以求助吗 姐姐你们不要这样 她们真的是魔鬼 我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表示强烈选择 给孩子一个希望吧好吗 这是我可怕 我要怀疑人生了 王一博 消贷王一博 耶 姐妹借我赴眼球 我说第十张是王一博有这件羽绒服 所以是王一博 然后第十一的话 我觉得王一博的肩宽可能会稍微再宽一点 然后最后一张 就是王一博他是个很念旧的人 他有两副耳机 一副苹果耳机有限的 一副黑色的耳机有限的 我觉得应该就是他了 这是王一博吗 是王一博 接受了对我们的审核 这就是欢乐到地主 你是地主 我好开心 我也想听他夸销 可能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互动 绝大部分都是在工作期间 基于工作的前提和工作的场合 所带来的互动 你有觉得其他的 cp点刻的东西你刻不到吗 这个有 叫什么卡点 谁发微博的时候会卡着 某月某日某时某分某秒 而且有这么忙的情况下 卡点的时候还要结合什么 歌词出现在几分几秒 这个真的太运了 王一博跳舞就是挺好的 完了 还有 还有了 不生坚实感一点 然后我的胜利就换来了一句 行吧 我没有立场 没有资格提要求 但是我希望你以肖战夸王一博的那种彩虹皮的方式夸一下 我对他了解真的还不太多 就 好好好 他尽力了 猫猫头 蓝莓匠 我这个礼物非常明显 王一博同学的代言 好 谢谢 我的天哪 City本在微博有了一个新的昵称叫汉巴龟 希望他给你带了点欢乐 小兔子和胡萝卜的一个耳钉 还有这个书是床外的小姐妹送的 他讲了一个故事 如果两个人他是同一路人的话 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 终将会做成一件伟大的事情 如果不是一路人的话 哪怕都是一个职业 他们终将不会走在一起 我想起了一句歌词 虽然命令爱开玩笑 但真心会和真心遇到 行 谢谢 我这个代言 希望大家可以 支持一下 蛮开心的 其实大家在三次元的生活当中 都是正常人 毕竟是线下 大家都会平和一点 但其实大家都也都各有特点 City本两耳不闻窗外 是一心只刻City套 肖战粉丝是一个非常具有热情的团体 跟摩托姐姐还真的挺佛的 原来知道他们佛 但是也没有这么佛 嘉维粉比我想象的要更包容一些 最后那个认照片的环节 发现原来大家也都有一样的困扰 真的没有太多的变化 我觉得粉丝其实不是这样定义的 就是看你是不是支持你的idol 是不是能够从他身上汲取一些力量 没有太多 因为很多人只会看到不好的一面 City本觉得他们有在圈地自盟 他们穿的可能是宇宙 好像今天cue的比较多的是圈地自盟 其实没有很严格的界定 很多掐架可能都是因为 类似的原因导致的 大家每个人都做好自己吧 然后怎么样去让断圈更加和谐 我们这命题好大 主要是对City本叛弃吗 很无奈 不过也不能改变人家的想法 能有一些交流也是好的吧 没有人可以保证去一直喜欢你的idol 不能保证 但是我觉得我喜欢一个人的理由 和时间都比较坚定 然后也希望我可以跟他一起走下去 这个诺言真的非常美好 但我会比较务实 我喜欢你的这段时间 我会努力地做好我能为你做的事情 然后如果有一天我不喜欢你了 那仅仅是因为我不喜欢你了 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问题